婚外情是一种调剂,更是一种诱惑 作为一种变异的情感宣泄 它的存在无疑会威胁到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幸福 乃至社会的和谐 婚外情就是这样的具有破坏力和杀丧力 以至于让自身其中的男男女女 也常常会倍感纠结,无助和折磨 婚外情虽然足够刺激 但却并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一旦深陷其中,也往往是痛苦大于欢乐 难受夹杂苦涉 为此想奉劝那些整天在婚姻里蠢蠢欲动的男女 请多多遵循一份散念 保有一份踏实,好好用心经营婚姻 不要这山旺的那山高,珍惜和守住眼下的幸福 不要迷思自我 哪些男女深陷婚外情后,回后回到去撞墙 一,做事比较鲁莽,冲动的男女 冲动是魔鬼 现实生活里,很多婚外情的发生 都和有些人做事冲动 一时缺乏理智有关 一瞬间的鲁莽,一时的任性 也就容易铸成大错 让自己踏入畸形的爱的漩涡 原以为投入婚外情的怀抱 收获的将是无尽的幸福和美好 可是随着激情逐渐退却 新鲜感的消失,体内荷尔蒙的趋于稳定 情绪冷静下来后才发现 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荒唐可笑 原来打折爱的旗号 来背叛家庭,亵渎婚姻,欺骗爱人 是多么虚伪和不光彩 对于那些一向做事比较鲁莽和冲动的男女 在步入婚外情后 常常会产生不稳定的后悔情绪 甚至会回到去撞墙 由此带给自己巨大的痛苦 然而有些后悔还来得及弥补 有些后悔却可能会伴随终身 二,对婚姻还抱希望的男女 有些男女冲入婚外情 完全是出于对婚姻平淡的厌倦 以及对爱人的某种不满 常常带着一份慰藉或者报复情绪 付诸婚外情 作为对原有情感关系的一种非正常的宣泄 已婚男女用婚外情泄愤 也只能继续破坏原有的婚姻关系 根本无助于情感关系的修复 使恋男女虽然涉足了婚外情 但是往往在内心当中并没有对原有婚姻感到心思 多多少少还是怀抱一份希望 为此他们会一边享受婚外情 一边又开始后悔不已 最终会在想想还是原配好的状态下 重新回归家庭 只是面对婚姻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之后 呈现给彼此的往往是千疮百孔 破败不堪 此时他们会更加的痛心疾首 回到去撞墙 三 遭遇婚外情玩弄的男女 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只有亲身经历了 才会明白其中的意味和道理 婚外情也是如此 只有那些深陷其中的人才会明白 婚外情不过是痛并快乐的产物 远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更多的时候属于渴望不可及 尤其在婚外情当中 沦为被对方玩弄的对象 折腾的伤痕累累之后 才恍然清醒地感到自己是不是南墙不回头啊 此时就算是后悔撞到南墙又有何用 错已筑仓 心已丧透 泪已枯干 唯有抽身而走 回头是岸 珍惜曾经的拥有 还原真实的自己 四 突然开悟良心发现的男女 在婚外情的路上总归是在前夫后继者 正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 有些人永远是不经历风雨 不会见彩虹 有些人永远是后知后觉的那拨人 有的人对婚外情次之以鼻 重不靠近 有的人却蠢蠢欲动 向而往之 也有的人是不知不觉间滑入婚外情的泥潭 比如因为一时的空虚寂寞 一时的崇拜吸引 一时的受到感动而产生好感等 此时情感的阀门会在瞬间打开 与此同时 也可能会在突然醒悟良心发现那刻 又强迫自己瞬间关闭 办事要来的 可能还有莫名的想撞墙的念头和想法 总之婚外情是个容易让人迷乱的东西 婚外情也是个危险的成人游戏 不要轻易的尝试和进入 谨慎为妙